習近平腦袋他在微微就躁 他在微微就躁幹什麼 為了掩飾他 他經濟的頹敗 破敗 只好一直喊著要武力換台 其實呢 微微就躁 把所有中國的吸引力吸到 一定要統一 一定要打台灣 一定要統一 事實上目的在掩飾 中共內部經濟的破壞 這個叫做微微就躁 小弟還首讀兵書 小弟在中正理工學院畢業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太平洋海戰 從主力艦時代進入 韓國母艦時代 所有的海戰 所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術 首讀兵書 所以說跳島戰術 黃征輝現在講說 中共武力換台的話 他們會實施跳島戰術 先打澎湖 取下澎湖以後 再打台灣 我向鄉親介紹一下 平鵝 平鵝 六海空三軍中五 連愛國者飛彈 所有的飛彈簾 飛彈簾全部都有 平鵝也要拍一拍 我說給你 所以說 中國共產黨不可以空空 不可以空空 今天蒙媽座的懷疑 可能比澎湖還差一點 澎湖 戰車群 什麼什麼 整個大堆 愛國者飛彈簾 什麼 整個大堆 我跟你講 平鵝 可憐平台灣 還要拍一拍 美國人不打車 美國人是領先世界文明的 麥克阿瑟 下面手下 參謀 撲手機的 規劃 規劃 很嚴重 所以麥克阿瑟嚇到 跳島戰術 跳過台灣 直接 去打沖沖沖沖 接近 達到日本的本土 日本人在台灣設了16個一等三角點 把台灣的地圖跟世界地圖接軌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苗鴻 戰狗生 電機博士 在這裡 旁邊鄉親交換地勢 交換什麼地勢 來啊 下到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 出門 今天 兄弟 本地勢想要換 軍服客來講 想要不要緊 方便就好 總之穿這樣 不直接講 我現在要講什麼 中華民國上號 黃真輝 海軍換號 黃真輝 他說 他曾經論述 中共武力換台 會跳島 先拿下澎湖 再來拿台灣 這個事情 先拿下澎湖 再來拿台灣 這個叫做跳島戰術 他要直接拿台灣 133公里 他覺得太猜了 他會對台灣跟中國的澎湖群島先跳島 這個跳島戰術 就是怕你 怕你不可以跳島 這個跳島戰術 這個名詞 是 我第一次聽到的 是不是聽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麥克阿瑟 要進攻日本本土 他 繞過了 最恐怖的台灣 他不敢打 他直接去打河西納 這叫做跳島戰術 跳過台灣 不打 趕快 因為他要進攻日本本土 菲律賓拿下來 他要拿下 沃西納瓦 靠近日本本土 消滅日本 那時候 不要擔心 所以說這個跳島戰術 就是要跳過台灣 因為那時候日本時代 台灣 是日本的國土 工業的日本 農業的台灣 所以說日本人 對台灣的建設 基礎建設 我說一些快點 是在以前七龍 台灣所有的三角點 一等三角點 16個一等三角點 全部是日本人測的 那時候我在測量隊的時候 我們學長連勤測量隊 他們去做一等三角點的檢測 這一等三角點的檢測 日本人 跟台灣的地圖跟世界接軌 就是這個 日本人在台灣 埋設了16個一等三角點 一等三角點 二等三角點 三等三角點 所以 比如說你大屯山 大屯山 你到益山 益山的最高點 就有一個三角點 那個三角點 就是最高峰的地方 日本人 在台灣 農業的 台灣 日本人 在台灣設了16個一等三角點 把台灣的地圖跟世界地圖接軌 這樣就有 所以說 日本對台灣的建設 有用心 有用心 所以說 不要怕到 怕到 美國人不讀車 日本人 你個人是領先世界文明的 麥克阿社 下面手下 參謀 普通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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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所以說 麥克阿社怕到 跳島戰術 跳過台灣 直接 去打 河河 接近 打到日本的本土 所以說 跳島戰術 我說你什麼 中國 如果要打台灣 他要用跳島戰術 跳過澎湖 先打下澎湖 再來打 再來打台灣 我說你聽 如果這套 全世界 全世界共和陸軍 叫做蒙古帝國 蒙古帝國 一二七四年 忽必烈 進攻日本 一二七四年 那時候蒙古帝國是世界用的 那時候 清差韓國 打進莫斯科 所以說 東邊的 東邊的 忽必烈 援朝 中國人說的 援朝 援國 要進攻日本 一二七四年 進攻日本 結果 去給日本 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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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死了 所有的戰艦 全部死光 一二八一年 忽必烈 感覺很不民主 人家 打進去 清差韓國 打進去 到莫斯科 掃平莫斯科 莫斯科的王室裡面 80% 所有蒙古族的血統 你現在包括普廷 你現在 你如果去 東正教 所有教堂 研頂 那個就是清差韓國留下來的遺跡 清差韓國叫做金鼎韓國 什麼叫金鼎 他們的建築物的屋頂 就是環金的 環金色的 你看看 你如果到 到東歐 蘇聯 你如果去看 到前面 屋頂上面是金色的 那個叫做金鼎韓國 外號 原來就是清差韓國 就是炎 炎 炎炎 炎炎那個什麼叫做 東邊的復必類 1274年 叫日本援響 1281年 他就跟麥卡瑟一樣 跳島戰術 我們來看這種地道 朝鮮 對朝鮮到日本的福岡 它中間有一個對馬島 然後再下來就有一個伊奇島 在1281年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朝鮮 到日本的福岡 總共有180公里 所以說呢 忽必類想說 一次搞180公里搞不動 所以說呢 他就先翻葉了對馬島 跟朝鮮之間的朝鮮海峽 67公里 打下了對馬島 再翻葉伊奇島跟對馬島 中間的對馬海峽 60公里 然後再從伊奇島 重新整備裝備 翻過73公里的伊奇海峽 進入福岡 進攻福岡 這叫跳島戰術 1274年 忽必類被日本消滅 他們都睡不著 用兩倍三倍四倍的戰艦 重新整頓 用跳島戰術 先上到對馬島 再上到伊奇島 翻葉了朝鮮海峽 67公里 翻葉了對馬海峽 50公里 翻葉了73公里的伊奇海峽 進入日本的福岡 進攻日本的福岡 進攻日本的福岡 我告訴你 1281年 又死了之後 又沒中 台風 神風 全部死了之後 所以說 全世界最強的陸軍 這是全世界的光領 叫做蒙古帝國 蒙古帝國 翻葉七一七海峽 進入日本福岡 死了之後死了沒背 所以說 蒙古帝國的版圖 向西 打到莫斯科 打到波蘭的莫斯科 向東 對不起 只到朝鮮 沒有到日本 這就是 黃征輝 這個海經官校畢業 一直在衛匪先傳的 他所講的 中共要打台灣的話 他們會先打澎湖 這個跳島戰術 小弟 小弟不怕電機博士 小弟 我自認為 我雖然是電機博士 但是我自認為 我對經濟學最厲害 Y等C加I加G加X-M 國民所得等於消費加投資 民間投資加政府投資 加輸出減輸入 小弟 因為小弟 三民書籍的 入民人 我最150遍 郭婉榮的個體經濟 總體經濟 個體分析 我各讀了100遍 入民人的個體分析 總體經濟 我各讀了50遍 所以說 郭婉榮的個體經濟 總體經濟 我各讀了100遍 所以小弟 變了科技 所有的入學考試 要考到 要考到 經濟學 我就知道我得到 我經濟學 我只要再花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的時間 或三天的時間 我就可以考到 小弟研究所 科技的 研究所 國防管理學院 資管所 經濟學 我科82分 加乘比重 加權比重 成佔二分 我得到一百二十三分 我那時候 入市分稅 一百四十八分 小弟 跟經濟學 一科就弄死大家 如果要科普出班 小弟 不要說經濟學 小弟還熟讀賓書 小弟在中正理工學院 畢業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太平洋海戰 從主力艦時代 進入 韓國母艦時代 所有的海戰 所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士 首讀賓書 他滾到鼻子 沒有把所有戰士搞清楚 你怎麼跟人家狼狼傷口 對對幹 所以說 1274年 全世界最強大的陸軍 叫做蒙古帝國 叫日本掃回去 1281年 他使用跳島戰術 再打日本 又死了 所以說 環征揮說 他要跳島戰術 拿台灣的話 會先進攻澎湖 小弟跟我們鄉親說 你如果想 這個 這個地方在學 副比例 1274年打不動 1281年 跳島戰術 跳到澎湖去 再來打台灣 台島的 我說給你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前 在他出世界大戰 麥克阿瑟 看到台灣的憂鬥 跳島戰術 跳過台灣 你中國共產黨 你沒特色 沒有讀過賓書 也搞不清楚狀況 你來打台灣 我跟你說 習近平你要空空 亂說八招來 其實我的感覺 習近平是在微微就躁 什麼叫微微就躁 因為中國的經濟系列 全國的人民 我甚至熟悉的 台北人來台灣 都跟我說 現在是經濟系列 大家只能強言歡笑 該跳舞就該跳舞 他們還是怎麼樣 但是呢 真的大家都換不下去 什麼叫微微就躁 為了掩飾經濟上的 我就說啊 1274年 忽必烈 援國的忽必烈 他侵略日本 直接打 翻越了180公里的朝鮮 跟日本之間 就直接打 結果1274年 死了 全部死了 下去 欸 他們睡不著了 他看到清插韓國 在西邊一直打進莫斯科 打進莫斯科以後 把所有的莫斯科裡面的南丁 全部殺光 把女孩子全部拿來當二儀太 三儀太 四儀太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俄羅斯 俄羅斯 的皇室 百分之八十都是蒙古族的血統 沒有蒙古族的血統的話呢 就不叫做俄羅斯的皇宮貴族 那普丁 普丁身上也有百分之八十的蒙古族的血統 欸 蒙古族 清插韓國這樣用 所以說東邊的忽必烈不要浪漆 所以說呢 全世界最強的陸金 就實施跳島戰術 於1281年喔 去進攻日本的福岡 他第一 先跳過 我們看這張圖 朝鮮跟日本福岡之間有一個對馬島 有一個伊齊島 1281年呢 忽必烈的全世界最強的陸金 翻越了朝鮮海峽67公里 到對馬島 然後再從對馬島翻越50公里的對馬海峽 進入伊齊島 再從伊齊島翻越73公里的伊齊海峽 進入日本福岡 這叫做跳島戰術 麥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呢 他也知道要打跳島戰術 他跳什麼 他跳過了台灣 然後直接進攻沃克奈華 雖然在沃克奈華 踩踏十萬的美軍 但是喔 他怕台灣 他知道不太簡單 所以說跳島戰術 黃真輝現在講說喔 中共武力換台的話呢 他們會實施跳島戰術 先打澎湖 取下澎湖以後呢 再打台灣 我向鄉親介紹一下 配偶 配偶 就海空三軍中午 連愛國者飛彈 所有的飛彈簾啊 飛彈琴啊 全部都有 配偶押到拍一拍 所以說喔 中國共產黨不用空空 不用空空 今天蒙媽座的懷疑 可能比澎湖還差一點 澎湖喔 戰車群啊 什麼什麼 幾大堆啦 愛國者飛彈簾啊 幾大堆 我跟你講 配偶 可憐品台灣 還要拍一拍 所以說 跟我們鄉親的地心 所以說喔 環征輝 Headline 環征輝 這個海軍官方 環征輝這個上校艦長 他就威匪先傳 說指導 指導喔 中共如何武力換台 論述呢 中共武力換台 要先打澎湖 拿下澎湖以後呢 再來起台灣 這叫跳島戰術 這個事情 1281年 我們忽畢列王國 打日本 死亡無敗的回來 所以說 給我們鄉親參加 習近平 腦袋 他在微微就躁 他在微微就躁 幹什麼 為了掩飾 他 他 經濟的頹敗 破敗 只好 一直喊著要武力換台 其實呢 微微就躁 把所有中國的吸引力 吸到 一定要統一 一定要打台灣 一定要統一 事實上呢 目的在掩飾 中共內部經濟的破壞 這個叫做 微微就躁 和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鄉親人有什麼意見 對電機 對經濟學 對賓家賓學 要討論 要研究 來這裡和我鄉親交換地勢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